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中午时间 中共的隐蔽战线全面出动 其中有一个事情被爆出来 被菲律宾CNN及当地的人民电视台PTV爆出来 中共的仕途想让菲律宾和他们共同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然后被 这是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黄熙莲提出的 他们提交了一份白笔书 说想和菲律宾举行联合军演 这被爆出来 如果被不爆出来 没人知道 是吧 为啥爆出来 就告诉啊 这个中共 做梦 你的这个运作 隐蔽战线 试图拉拢 菲律宾啊 这个军方的这个事情 被曝光了 但这种曝光表面上 是一个 是吧 接受媒体采访 什么要研究一下 菲律宾啊 接受CNN的采访 就是告诉 全世界 中共 在全面运作很多事情 其中联部 其密必战线 正在做这些事情 一定要小心 你看 中共跟菲律宾 在南中国海 可以说冲突 每天都有 不可开交 美国都已经在菲律宾 接了 增加了四个基地 军事基地啊 中共 跟菲律宾有点啊 都有 就是 每天啊 都在那里 这个 争斗 这 这情况下 他们还厚着脸皮 说 我们要去搞联合军演 这个 说的 稍微懂一点 都知道 它意味着啥 就跟 配弓武剑 这个 相装武剑 一再配弓一样 是吧 都知道 目的是啥 不就是 想 搞定 菲律宾 军方吗 啊 他递交的这白皮书 为什么还把白皮书 递交出来 这就是证据 说白了 这个中共驻 马尼拉大使 黄西连 啊 一定是中招了 掉到坑里去了 肯定私底下 有人 隐蔽展现 啊 跟这个 菲律宾的武装部队 底下都 搞定了 然后说 菲律宾说 你只要 你交一个真实的请求 啊 真实的白皮书 我们就去研究 是吧 这个中共国驻 马尼拉大使 一看中招 立马 写个白皮书 这白皮书就是 啊 你看 这不就铁针吗 如果没有这白皮书 你说 你看这菲律宾 从参谱长 一拿到白皮书 立即 去采访 CN 是吧 立即进行采访 啊 这个 这是菲律宾CN 播出来的 路透社报道说 布劳纳本人 没有立即对此 发表公开的评论 而菲律宾军方发言人 阿基拉尔则表示 他并未看到 布劳纳接受采访的实体 但强调布劳纳 以中国官方进行的指示 非正视对话 对话 他没有看而已啊 不是说没有这个视频 他说 别人问他说 他只是没看 然后 阿基拉尔对 路透社说 我不了解我们是否已收到了白皮书 啊 他表示 布劳纳是在出席 黄西连大使卫 庆祝中国解放军建军节 举办的招待会的间隙 向记者发表谈话的 啊 所以你看 这个路透社曾联络 中国驻 菲律宾大使馆 寻求对此事的评论 但是没有立即收到回应 布劳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我们试图与世界各国军队和武装部队建立关系 而这也是我们防止战争的一个办法 啊 这个 这个布劳纳曾任 菲律宾的陆军 总司令啊 本月稍早被小马克思 提拔为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他的前任 叫蒂森 森蒂诺 上将 则转任小马克思 南中国海 问敌顾问 这个小马克思总统上任后 致力恢复 提升与传统盟友 美国的军事关系和安全关系 美国菲律宾多次在南中海举行联合军演 马克思明显就是亲美的 但是这个菲律宾的 这个军方 你看中共在运作 运作菲律宾的军方 但菲律宾军方这个总参谋长 也故意给他爆出来 就告诉你 啊 这个中共 这个隐蔽战线 杀伤力是很大的 居然 明知山有虎 都敢敢向虎山行 真的是 啊 当年 那个叫啥 林海血缘的那个 啊 那种打法 就明明知道 菲律宾军方就是跟美国在一起 但是他们也在撤 也在撤这个 抓住一切机会 啊 就搞定里面的人 啊 当然这都被爆出来了 爆出来意思就是 告诉中共 你的这些行动 说白了 都已经 都知道你们想干啥 别以为自己很牛逼 是不是 给别人设局 动不动就给这个设局 给那设局 是吧 实际上最大的局 是他们自己 被设 啊 你看菲律宾军方 他都敢 这样明目张胆的 去邀请菲律宾军联合军 邀请菲律宾军联合军 就有点像 说邀请台湾国防部 举行联合军演 一个逻辑 邀请日本举行联合军演 一个逻辑 别人一听 大家都 所有人都傻眼了 我操 这中共 真牛啊 是吧 这个 运作能力 这个隐蔽展现 真的是厉害 啊 这是菲律宾主动给他 报出来的 像台湾有些 报都不敢报 伟孙先生 你怎么看 这件事情啊 像在菲律宾的 他绝对是 他就是把 报出来啊 刚才是说 邀请台湾军演的话 这个台湾国防部 这些内鬼啊 还有这些 这些庆功的官员啊 已经心里很高兴 但是 但是表面一定会说不行 那我们还是要演的正义一点 所以还到现在还是在忽悠台湾人这样子啊 最近最近就是有 一些事情也造成说很多台湾人啊 对那个 国防部 现在是目前是对国防部非常不满 然后但是还是会说因为是 国防部是 呃 国民党管辖的 所以说 蔡总统他没有办法 蔡总统 蔡总统好像是被架空一样啊 好歹他也是一个三军统帅 你看之前之前那个潘信上校 那个发言人出来说 博士说 那个防弹衣 那个防弹衣好贵哦 那个杂牌的才6000多块 啊我们防弹衣三万多块台台币 他说我们的防弹衣只能 我们防弹衣可以防子弹 但是不能防刀刀刹 我们上次跟那个刀刀子 那个上次路德也有稍微提过 所以安结果美国就有我们的台湾的 台湾的人顽强的爱好者 就去买一个杂牌的6000块钱的 6000块钱的那个防弹板 美国制的就跟来测试 一样的打法一样的子弹数 那个国军三万块的 和那个台币6000块的防弹板 一比较一下 国军的防弹板完全都贯穿 你看这个台湾老百姓的这个 所缴的税啊 就是都不知道跑到哪里 而且今天我看到新闻 台湾目前那个立法院所拨款 在在抢这个 这个 分配一个分配金的 抢的最凶的就是国防部 你看他们就是在分战 好 教育路德 你看啊 中共现在 这个 今天啊 又发布 军事演习 是吧 在南 南中国海 南中国海部分 你看这里 南海 区域 演习的区域 在这个区域 天天搞这事 是吧 7月28号到8月2号 就这 啊 还 厚着脸 去拉 菲律平 进行联合军演 你要知道联合军演 意味着啥 联合军演 就表明 谁跟神站在一起 你绝对不会 就你 一个正常人 绝对不会跟联无盲 走在一起 跟杀人犯 走在一起 跟他 因为走在一起 那就意味着啥 别人你看 你看他这个 物以类聚嘛 是吧 人与群分 说白了 啊 因为美国对台湾 啊 接下来 三亿美元的物资 啊 军事装备 即将抵达 啊 路透社已经爆出来了 是吧 也不要你花钱 美国直舰 啊 军事援助 你看这援助啊 可不是军售 提供价值三亿美元的 军事援助 包括至少四架 飞 武装 MQ9A舰 监视无人机 以及防空系统 啊 三亿美元 这些东西想买 你都买不到 不是说有钱 能买到的啊 对美国来说 作价多少 他自己可以啊 来评估 但是如果 不点头 你三百亿美元 你都买不到 这万一 就这些 MQ9A 这些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 中共 就为了偷一个芯片 都要花几个亿 人民币 啊 而对美国来说 这个芯片可能就是 几美元 或者十美元 二十美元 他要偷这个芯片 他都花好多钱 隐蔽战线 是吧 所以 很多人说 价值三亿美元 OK 这三亿美元 到中共那里 至少三十亿美元 他要组装出一个这样的 MQ9A无人机 表面上 他最后财成本 可能就是 一个亿 两个亿 人民币 但是他为了 把这东西 弄回来 他都花海量的钱 他要建各种通道 隐蔽战线 得潜伏几十年 是吧 就像个郭一样 是不是 他花了多少心思 就光天天 你看 做个演出 为了忽悠大家 忽悠这些人 买了套房子 八千多万美金 买了个船 几千万美金 车这么多 你看 这都叫道具 你表面上看 我终于偷到了什么东西 他对班农 一年一百万 你看只花了一百万 但是为了这个 他花了多少钱 买道具 所以你要把这道具 成本算上 中共要组装出 这一个无人机 成本不会比美国低 我跟你说 就跟之前俄罗斯 偷了 我之前节目里 跟前苏联 那Americans里头 克格勃 偷了美国的这个图纸 一个核潜艇用的图纸 拿回去了 他们觉得你看 美国花了这么多钱 研发出来的东西 被他们偷走了 但偷走了以后 他们立马 安装在俄罗斯 苏联的潜艇里头 没几天 苏联潜艇就掉到海里去了 就直接 死了一百六十人 直接沉了 那你说 你说这个成本 到底谁划算 美国肯定还是 你要知道我们之前 做开发这样 都是有个基本逻辑 就你去偷别人的东西 有的是成本 比自己 丛林开始研发 成本 都要高 因为 有的时候 你不知道 到底 所以然 最终 你要会走很多弯路 甚至 死人 在军事上 就直接人命 是吧 并且 浪费很多时间 所以这个 三亿美元的军援 对台湾来说 绝对不至三亿美元的 因为这都是高端的 这个肯定又戳了中共 所以美中的紧张局势 它其实不断在升级 没有因为 什么布林肯放花 就好像 现在有所缓和 没有 北村先生 分享一下 我对这个美军军援 这个 我觉得说 这个美国 拜登和这些行政机构 我真的是 非常聪明 美军军援 就代表 这些高科技进来 进来的话 就是会代表军方 他们的军人会进来 因为你台湾人会操作吗 我放心给你台湾人操作吗 我相信 他会一直一直一直的军援进来 所以美军就会 我就一直一直一直的进入 那台湾的外交部 外交部敢说 我拒绝美军军援吗 我想是应该不太敢 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那台湾不就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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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全部都是 美军在掌控 美军在 就是架空 架空整个防补体系 防补军系这样子 然后还要再讲一个 就是我们记得 我这个是要损那个习近平的 记得很久以前 那个郭丫头有讲 为了替那个习近平援谎 说他没有 那个没有楚洋这件事情 说习近平不能生啊 习近平不行啊 这件事情啊 我看出 我现在就看了 习近平 你还真的是不行了 你到现在还是不敢打 你就是 你到底人家猪 还有一个 还会四处 四处撞 四处跑 你跟老鼠一样 只会钻来钻去 真的是没有用 加格鲁德 这一批武器啊 这一批最新的军援 刚才说的很对啊 是属于军援 使用权属于美国 所以台湾啊 国防部 没权利啊 没权利使用 这是第一 第二 所有权也属于美国 第三啊 这个相应的啊 整个的 高科技的 就是避免 台湾 军队里头的那些 特务间谍 又把它 弄完以后 又卖给中共 把这个技术 因为这都是高科技 MQ9A 顶级的 这些东西啊 所以美国很聪明 是吧 这个三亿美元 产生的价值 那至少是 三十亿 三百亿以上的价值 要研发出 这个东西出来 美国的这套系统 啊 你没有个十年 二十年 你搞不出来 就跟那个原子弹 美国 第一颗原子弹 花了二十亿美金 在一九四几年 二十亿美金 是啥概念 来想想 后来虽然苏联 是把它的东西偷走了 中共国 什么前学生 也是偷走了 没用 因为你不知道 基本逻辑 基本原始的东西 的逻辑 你只是给它 做出来而已 传出来而已 有用吗 没用 刚才讲 所以你看 奥文汉默是啥 是从零开始 从一个理论 把它变成武器 是具备这个能力 而中共 苏联 俄罗斯 它没这个能力 它都是偷 它都在美国的 这个基础上来做 所以这三亿美元 对美国来说 只是 这个产品的价值而已 而真正 它的附加值 以及它研发的成本 并没有酸在里面去 如果一起酸在里去 那不得了 但是最终 它产生的 价值 那就更加 就战场上的价值 更加高 同时 美中的紧张局势 一定会 越来越升级 这就是咱们今天 这个国际形势的节目 到此结束 别忘了 点赞分享 谢谢北村新人 再见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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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